妾贼无所不偷 现在还专门锁定消防队而来 来看到是苦主 是台北市消防局巴德分队 日前被小偷入侵 还偷拿了一整套衣裤跟头盔 经过报警 巡线追踪 赫然发现 嫌犯不只是直接把衣服穿上身 假扮消防员逃逸之外 事后一查 还发现他根本就是一名贯妾 半年来抽片了各大消防队 整整偷了11次 凌晨5点消防队门口 这名穿着消防裤的男子 压地身子 跪着往外移动 接着站起来 套上消防衣 进旁边巷子 但这位弟兄不打火 只是来偷衣服 cosplay 被害人跪自己的头盔 衣裤 鞋子和防衣头套 在早上清点装备时 通通消失 但立刻在附近防火箱 找回装备 小偷只便装一下子就把衣服丢了 他似乎对消防队环境很熟 连门口装红外线警报都知道 所以在离开时刻意使用趴跪姿 这个嫌犯疑似是想用趴低姿势的方式来躲避这个警报器的声响 那以便来逃逸 苦主不止台北市巴德分队 桃园 新竹 台中 嘉义都有消防队被偷 时间其中去年1到6月 同一名嫌犯半年狂偷11次 虽然医师认为这种偷窃屁最好接受评估治疗 但法律责任 他还是躲不掉 松山分局抓到这次是判刑最重的一件 要关8个月 原因是偷走消防衣 恐怕严重影响救灾寝物 记者刘松林 侯雨霞 台北报道